天能地北谈华语 几天前你给我看了白字的甲骨文和经文 画的是一粒白米 用稻米粒来表示白色了 那米该怎么办呢 米又要用什么形体来表示呢 多画几粒吧 你看 啊 有六粒 中间还有一横 甲骨文米像许多米粒 中间那一横也是连在一起的米粒 小转的米粒长了些 不过要表达的还是那层意思 米粒相连在一起 不用说 凯书的形体是从小转演变过来 所以自然像小转了 说文写道 米素食也 向何食之行 素食也 素 上面一个西 下面一个米 指骨子 素食就是骨食 向何食之行 和是我和你的和左边的偏旁 和是古类植物的统称 米素食也 向何食之行 米的本意是 古类或其他植物的内食 也就是去掉皮壳之后的子食 如大米 小米 玉米 花生米等等 米也饭指粮食 对啊 提到米 多数只吃的 另外 米也指小粒相米的东西 譬如海米 海米 不知道了吧 海米可不是长在海底的米 而是指海产的小虾 去头去壳后 晒干制成的食品 就是虾米或虾仁 答对了 你看 就算直接叫做虾米 也有个米字 考你一个米相 米相 哦 我知道 我们一般叫它做米虫 小小的 乍看之下是黑色的 其实是红褐色的 它成虫了就啃食古粒 幼虫则注食古粒内部 专门危害米 倒卖玉米 高粮等 是仓库中的害虫 之所以叫做米相 是因为它的头部向前伸 有点像大象的鼻子 只要跟吃的有关 你都比较清楚啊 知识就是从身边周遭事物 开始认识起的 是 很有道理 米是个不守字 凡是从米的字 大多跟粮食有关 譬如 糟糠 粮食的粮 糕点的糕 粽子的粽 糕粮的粮 素米的素 还有 上入下米 敌 上出下米 跳 前者买进粮食 后者卖出粮食 米也可以坐生旁 例如 迷路的米 笑咪咪的咪 小猫咪咪叫的咪 等等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